当然同学呢 我们这一节的新闻头条 带大家来聚焦的消息 现在来看看的是 现在林志坚的论文 真的惨遭了生杀了 台大不认 中华大学也不认 他的这个硕士学位 看起来都GG了 中华大学呢 现在认定就是林志坚 没错 抄袭跟台大一样 认定超的 林志坚呢 两个硕士学位 在15天全部翻盘 全部拜拜 先来看的是呢 这个林志坚的 整个硕士论文的抄袭 在目前最新的状况 逐科管理局的期末报告书 撤销硕士学位 注销了证书 真的蛮丢脸的 两个大学 没有一所大学 愿意为他来背书 而其他来看到的是呢 中华大学的 这校长刘维奇 就表示说 学生的论文 如果违反了学术的伦理 指导老师 当然也有责任啊 当然也难辞其咎啊 所以相关的老师 也将宋教评会检讨 换句话说 不止林志坚的硕士 这个学位 论文被否 对整个呢 对学校认定是抄的 他的指导老师 也责无庞贷 也有连带的责任啊 而根据消息人士 所说出来的一个状况 目前传出的消息 林志坚原本 他是无意出席 他不想出席 中华大学的学轮会 是直到台大 已经把他的学位 都撤销之后 他才觉得状况不对了 台大都撤销 那赶快是不是 对中华大学 也要有点长意呢 才匆匆通知学校 校方要来出席 所以呢 其实来看的是呢 目前最新的 主科管理局方面呢 则是表示说 等待收到 中华大学的回复之后 再演绎 后续 到底要如何处理 不过当然呢 林志坚这个硕士论文 所牵动的 当然就是在新竹市的 一个选情 蓝绿白 好 大家来看 先来看是呢 民进党的新竹 包括新竹跟桃园 好 是不是都有很多 甚至呢 北北基桃 全部会因为 这个授书论文 一师五命恩命呢 先来看是呢 民进党的新竹市长 参选人沈慧宏 他就说了 这是尊重呢 林市长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决定 而且呢 林志坚市长 他说是一个好市长 过去八年 新竹市政府 这个市政的一些努力 市民朋友都有看到 也给予肯定 不过另外呢 来看呢 哦 这是外界都在说 这是哦 前民进党立委 郑保卿 会也来加入战局 他说从政需要良心 储蓄需要勇气 所有为台湾民主 牺牲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奋斗吧 这话中有话哦 另外呢 台北市议员的 游淑惠则分析了 林志坚曾经自比为 瓜牛 说自己求学之路 很坎坷 现在看起来 好像这瓜牛 是踩着别人的瓜牛 往上爬哦 好 剽窃他人的成果 向前行啊 他也呼吁说 蔡英文总统 你这一次 还要来心疼他 还要叫全党 都挺一个人吗 还要相信他吗 不过来看的是呢 这个呢 其实 包括了委任律师 这个吴俊达等等的 于正皇的委任律师 吴俊达 也就是说原本 他被抄的 林志坚去抄人家论文的 那个原本的人 他委任的律师呢 他就认为呢 这只是第一波 往后呢 这个火星也要告了 因为这是一种态度 因为呢 很多人说 之前就是在攻防战的时候 很多抹黑的手法 侧翼啊 网军全部都出动来出炉来攻击 所以他们也说 他们要提告涉嫌 妨害名誉公然侮辱 好等等呢 这样的一个情形 不过台大论文门呢 这个自称 吕美教授翁瑞达的本名是 陈时分 好这样子呢 等等相关 因为很多人 就在这个时候 他之前这个 吕美教授 也在这一波攻防当中 也有做一个攻击 所以反正呢 于正皇这边也要防守 也说要来提告侮辱等等了 好现在看起来 这个论文门 持续越烧越烈 但来看的是 中华大学 就是在昨天晚上 公布了审议的结果 认定林志生 也是抄袭的 所以也撤销了 他在中华大学的 术士的学位 不过当然呢 他这次呢 蔡英文不始终让同志 相信自己 党内同志的清白吗 现在啪啪 再度被打脸了 而在野党也要求 总统 你不应该再欺骗国人了 骗到什么样的地步 你应该要向全体国人来道歉 原本代表民进党参选桃源市长的前新竹市长林志坚 硕士论文争议不断 即台大认定论文严重抄袭并撤销林志坚台大国发所硕士学位后 中华大学24号傍晚也公布调查结果 一清本案事实后认定林志坚均就本案硕士学位论文之写作 确实存在抄袭情势且情结重大 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并公告注销其学位证书 林志坚中华大学科馆所发表的两篇硕士论文 通通都是抄来的 当初总统蔡英文口口声声说 相信林志坚是清白的 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害怕 想起来 我想请问一下 连续被两个大学 台大跟中华大学双双都因为硕士论文抄袭 而撤销她的这个学位 这叫做什么清白 所以我在这边要求 一路在瞎挺林志坚的蔡英文 郑文灿 郑韵鹏要出来道歉 林志坚直接被双杀 民进党请全党之力一起欺骗百姓 资深媒体人赵少康痛批 从论文门可以看出 民进党就是一个只有颜色没有是非的政党 这样的政党如果继续执政 人民一定没有好日子过 今年年底一定要用宣票 给这个欺骗全民没有是非的政党一个教训 蔡英文的意思就是她当了总统之后 她的政治的权利 就可以让她藐视学术单位的专业判断 就可以让她凌驾于学术单位的超然独立的立场 那么这个才是权利最丑恶 最令人不齿的一个面目 学术殿堂遭政治凌驾 如今两所大学都维持了学术的自主 就不知道下次在权威所逼之下 还能不能挺得住 记者新竹综合报道 好 林志坚的设施学位再度被撤销 中小学大学就在昨天认定的确是抄袭的 而且情节重大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 她就表示说 力挺林志坚的总统蔡英文 还有呢民进党应该要向全体的国人公开要道歉 她认为林志坚还很年轻 未来的政治生涯 跟她有没有学位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联 不过必须要坦然面对抄袭的事件 所引发的所谓的长性问题 蔡总统更必须给之前力挺林志坚 现在又接替参选的郑运鹏一个交代 我觉得林志坚她自己还很年轻 然后面对这连续两次学校对她入文上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她必须要坦然来接受 毕竟我刚刚特别提到了 这个未来的政治生涯 跟她的有没有学位不是有太关系 而是在这件事情爆发之后 所引发的一个诚信问题 她是必须要继续教训的 但是呢我还是强烈的呼吁 这件事情不光是林志坚的问题 当第一时间发生的时候 整个民进党的党主席蔡总统 她特别要求大家要相信林志坚的清白 而现在整个事件水落石出 两所大学都已经判定这是一种抄袭 那蔡总统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她是否要给她全党的同志一个交代 特别是对于现在在桃园 力挺林志坚挺这个抄袭论文的郑运鹏 是否对这件事情要有所交代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面对这件事情之后 诚信还有是非价值 大家应该再重新来定义的 最新的联系来关心 面对林志坚两篇的寿司论文 都被任地抄袭 国民党目前最新表示说 林志坚已经被认证为抄袭的冠份 当初提名她参选陶渊市长 而且一路力挺林志坚清白的总统蔡英文 完全就是世人不明 应该为伤害台湾的学术伦理 这样的盲目背书 以及颠倒是非向社会大众来郑重道歉 先带您关心 是责任 这条是 这条的罪是属于告诉乃论 也就是说 如果族客管理局不提告的话 您之前就可以逍遥法外 所以唯有族客管理局提告 国家的著作财产权 才可以受到保障 那刚刚我也说过了 不要忘记了 族客管理局的报告 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写的 所以政府是代表人民 唯有提告 才能捍卫人民的权益 这不是说你局长 或者是上面的长官 要不要告问题 你政府是代表人民 人民的权益已经受到侵害了 那我们知道族客管理局 最新的回忆是说 他们先前已经分别在7月7号 7月21号 以及8月17号 含请中华大学 厘清合约的相关细节 目前人带中华大学回复后说明 族客管理局再来研议后 后续的处理 我们觉得非常诡异的是说 族客管理局你是委托机构 你是出钱的人 怎么会要求厂商来厘清合约呢 有没有操你不知道吗 你看不到吗 你不是有报告还拿出做比对吗 那您之间有没有侵权 怎么会变成说是 依赖中华大学认定 你是委托人 你是委托人 怎么会要让厂商自己来验收自己做的好不好呢 这个难不成有没有侵权是厂商自己说的算 我们知道其实族客管理局是相当为难的 因为毕竟现在是民进党执政 所以而且林志坚是所谓的小婴男孩嘛 所以族客管理局恐怕是要想把这个球踢到了中华大学身上 这个学校真的还蛮无辜的 所以我们要证告这个族客管理局 著作全法第91条是告诉期间是六个月 如果我们推算是7月5号 那天我们在这边开记者会 谈讯放强实行 那王侯议员在台北市议会开记者会 就是讲这个您之间抄袭的事情 如果从那天开始算的话 您之间抄袭就是从7月5号开始算 那60天 那6个 抱歉是6个月 是6个月的时间 那到年底 来自国民党的最新说法提供给大家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饮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在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